大家好,欢迎收看百看影坛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音乐喜剧《粤语三王》 讲述了三个犯人从逃脱到得到救赎的路程 30年代,美国密西西比州 一群犯人在警察的看管下 做着杂实偷修公路的工作 犯人们被铁链靠在一起 他们一边唱着并不太快乐的歌 一边整齐地抡着大锤 三个傻乎乎的犯人 在冒迷庄稼的野户下 偷偷地逃走了 他们穿过田野 想爬上缓慢前行的火车 可是因为被靠在一起 所以没有能成功 长相英俊的大傻 手高暴躁的二傻 挨想老实的三傻 三人互相埋怨 还想争着当老大 一个黑人老大驾驶着人力轨道车时来 他们同意搭载三人一程 这个老头是瞎子 在谈话中 他却像个先知一样洞察了一切 他告诉三人 他们最终找到了宝藏 不管路上会有多坎坷 二傻和三傻 总是在大傻的忽悠之下逃走的 大傻告诉他们 自己在老家藏着一处宝藏 可以让三人过上富足的生活 不过老家因为修水库快被淹了 他们必须警官过去 他们的计划是 先到达二傻表哥的农场里 打开脚镣 然后直奔老家 二傻表哥的农场还在 但是他欠了很多债 过得很不好 表哥为了赏金 出卖了三人 晚上警察来了 警察一言不合 就把房子打成了骰子 在混乱中 小侄子开车 带着三人离开 走了不远 这辆泼车就抛锚了 三个人在森林中 烤老鼠吃 正巧遇到了教徒聚会 二傻和三傻 在神圣的歌声中 接受了洗礼 三人用大傻偷来的怀表 换了一辆车 继续逃跑 在路上 他们搭载了一个黑小伙 小伙还告诉他们 有个地方发财很容易 只要对着盒子唱歌 就有人给钱 大家一起去了那个地方 原来是个录音室 在这里 他们录下了 快知人口的歌曲 我是一个终日悲伤的男人 晚上警察又找了过来 放火烧了车 三人叫声逃走 一辆车正在被警察追捕 顺道烧上了三人 车主是一个胖子 叫乔治 是一个神经质的银行劫匪 胖乔治带着三人 一起去抢银行 一天连抢了三家 大家都很兴奋 晚上大家在沟河边聊天 胖乔治突然觉得很失落 把钱都丢下 独自走了 再人继续赶路 在河边 他们遇到了三个 正在洗澡的美女 美女积极的和三个人互动 三个人迷迷糊糊的被灌醉了 大傻和三傻醒来发现 二傻不见了 二傻衣服里有一只癩蛤蟆 三傻觉得美女是女巫 他们把二傻变成了蛤蟆 她很伤心 两人带着蛤蟆继续赶路 两人在餐馆里 遇到了一个独眼大胖子 她把两个傻子打得鼻青鳞肿 抢走了他们的钱 还摔死了蛤蟆 晚上警察在审讯二傻 她并没有变成蛤蟆 二傻向上帝祈祷 警察大发善心 没有绞死她 大傻终于到了老家 她去看望自己的妻子 还有七个女儿 可恶的是 妻子已经决定嫁人了 大傻和三傻去看电影 正巧遇到二傻 二傻警告他们藏宝处有埋伏 晚上大傻和三傻救出了二傻 二傻告诉他们 美女把她灌醉 交给了警察 大傻良心发泄 说出真相 森林里白人至上主义的邪教 正在聚会 他们准备杀死一个黑人 就是那个黑人小伙 三人合力救出小伙 邪教首领也露出真面目 他就是周掌机选择 眼镜男 大傻制定了一个计划 想要赢回妻子 他们化妆成乐队 混进了聚会现场 大傻偷偷和妻子说话 而妻子不为所动 接着 他们一起唱出了一首拿手的歌曲 《我是一个终日悲伤的男人》 这首歌已经被广为传唱 观众们沸腾了 眼镜男人出了大傻等人 他大声谴责乐队不是白人 观众们不吃这一套 把眼镜男扔了出去 现任肉掌抓住了机会 反击竞争者 他和乐队一起跳舞 还宣布赦免他们的罪行 大傻和妻子也和好了 众人一起来到了大傻的房子 警察却在等着他们 准备绞死三人 就在此时大水来了 原来是故宫城已经开始 三人靠着一副 飘着的棺材逃生 还找到了大傻的订婚戒指 铁道上和老头 摇着轨道车慢慢的远去 好了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